为什么在世界各地只要有华人的地方就一定有华人圈 很多网友问为什么中国人到了国外也很难融入到美国人的圈子 哈喽大家好 我是生活在美国德州的敦伦妈妈 在美国生活了很多年 我看到除非是ABC或者是留学生 再就是娶老外媳妇或者是嫁了老外的老公 他们就相对外国朋友会多一些 其他大部分生在海外的中国人 基本都是中国人跟中国人玩 我觉得主要就是因为根深蒂固的文化差异和语言障碍 都算英文还不错的 可能因为文化不同 没有共同语言很难玩到一起 再就是留在美国的有两类人 一类是底层打工一组 他们是通过各种方式来到美国的 目的很明确就是为了卖体力赚美元 这些人甚至计划打工几年 赚些钱就立马回国了 他们大多是学历不怎么高 英文也不怎么好 每天就是忙忙碌碌 除了工作还是工作 没有什么时间和精力去想要不要去融入美国社会 另一类呢 就是在美国属于高学历的人才 不管是通过移民呢 还是通过留学 留在美国的 他们大多数人的性格就是适合试验室里 做做试验 搞搞科研 我接触过很多这类人群 他们大多从小到大都是学霸 喜欢学习 爱专严 但不善言辞 他们在美国就是中国人跟中国人玩 就算后来很多人都回国了 也依然很难融入什么所谓的国内当地圈子 美国本来就是由来自世界各地的人组成的 各大族裔呢 也都是自己族裔跟自己族裔玩 这些族裔之间也会分很多的小圈子 美国人与美国人之间也是都有各自的圈子 大家都是跟些觉得聊得来呀 或者你觉得谁好呀 那就跟自己玩 每个人从小生活的环境不同 饮食也不同 想要融入别人的圈子 肯定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你试想一下 如果一个美国人想融入我们华人圈 也是很困难的 它不但要改变饮食习惯 思维方式 甚至还要学习我们中国人才能听懂的笑话 或者故事之类的 所以为什么要强行融入别人的圈子 给自己找难受呢 不如直接就待在自己的舒适圈就好了呀 其实我们人类为什么要有圈子呢 无非就是想交一些朋友 希望能有那么几个可以互相帮助 并且有共同语言的朋友而已 显然中国人在中国人里面 找这样的朋友应该会更容易一些 而且融入外国人的圈子 也并不会高人一等 我们中国人生在中国 长在中国 骨子里的文化特点 这些都是与心俱来的 没有必要为了融入 而刻意改变自己去迎合美国人 在国内的朋友们 也都是离开自己的家乡 去到北上广深去工作去赚钱 大概率也是不可能融入到 当地人的圈子的 国内的情况尚且如此 那么海外的群体更是这样 而且融不融入 完全不影响每个人的生活质量 在美国其实还有一种情况 就是很多的中国人 他不想融入美国人的圈子 也不想混华人圈 因为在美国 人际关系比较简单 也不需要各种应酬 所以他们觉得自己怎么舒服就怎么过 一家人其实就是一个圈 我是分享真实美国生活的敦敦妈妈 感谢大家的观看 大家有什么想说的或者想聊的话题 都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我们明天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